吴先生从杭州赶到嘉兴同乡 带记者来到一处地下车库 说是根据手机软件上的定位 他的极客001应该就停在卷帘门后面 这个可能时间长了 这个车机还没启动 不过现场试着通过手机唤醒车辆 触发巡车功能都没能成功 吴先生说他这辆车是7月份买的 平时不怎么开就挂到了网上出租 然后当天的话我们通过线下见面 然后谈好这个注册的注册的那个协议 然后约定的话是两天一付 一天多少钱 一天240 吴先生说因为是短租 当时没跟对方签合同 仅仅是口头协议 租期从8月31号开始 到9月8号开始 他就是后面租金的话 开始推托 然后说自己手头紧 我催过他 那他中间的话 发过一些假的那些流水银行流水 他说他银行被限额 更早前的说是已经被他清理了 9月17号租车人的意思是 租金会让他女朋友转过来 吴先生回复车子还是还回来吧 国庆要用 这样租他也不放心 之后是一番租金方面的拉扯 租车人说要付现金 吴先生同意了 之后又变成通过微信支付 这个车你之前有租过吗 有租过 买来到现在租过几次 就租过一次 就租过一次 对 那次没出问题 没有 双方有没有签合同 也没有 也没签 对 也是短桌 你这个有点 太 就是太 一般租车也就自己用一下 也没有 而且租车的话 一般都找租车公司 自己本来有一辆代步社 这个就打算租出去 回一点血 吴先生在平台发布的租金是249元一天 根据转账记录 8月31号 租车人转给吴先生500元 9月2号 3号 各转了249元 5号转了200元 8号转了750元 最后一次转账是9月16号 转账500元 吴先生说 对方后来就以各种理由拖欠租金 最后一次我跟他联系 他说 开车送现金过来 他是晚上 他说他晚一点 我等到到两点钟 都没有过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内进了 然后我就决定自己去找车子 因为我看那个车停在那个地方 一直没有人开 然后有三天的没动静 我觉得不太像正常的驻车 9月28号 吴先生根据首期定位 找到了同乡酒店下方的地下停车场 然后我去问了保安 保安的话说这个是 咱们专门做抵押的 做抵押的 对 他说是一个 这边专门做抵押 搜抵押车的地方 那你当时听到保安跟你说 这个是做抵押的话 你心里是什么反应 我当时我就一惊 我浑身就冒冷汗 采访时吴先生变换了多次位置 试图连接车辆 均以失败告终 通过微信 吴先生联系了租车人 那头只传来个性铃声 无人应答 吴先生又提供了租车人的电话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中间那个人说是 他欠那个人的钱 然后放到这里 我给他钱也不多 万八块钱给他周转一下 然后那个这个人 不是经常给我做个几次 合作几次吗 他也是 钱万八块钱嘛 拿给他的 然后就是大概就 如果吃到猪的 肯定不弄的呀 对吧 他说这个车主欠他的钱 他合同能有的 拿给我看了 这个合同 我加您微信 你发问看一下 这个合同能 你警察要吗 可以给他看 因为这是设施便宜意思嘛 抵押公司的陈先生说 那个范先生 拿车抵押了 一万五千块钱 说是要资金周转 等车主吴先生找上门 他才知道 车子是范先生租来的 如果找到住民 去坐着 对不对 住民和这个个人不一样 不要违法 那这个人你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他发消息给我的 他说他下个星期给我钱嘛 他把车开回 然后开回去嘛 那我说可以 这么给你好了呀 对吧 你把钱拿进我们 你车里面 你连你的对吧 那现在等于说 你打电话 他还是能接的 是吧 电话没接 微信都是发的 记者从当地派出所了解到 目前案件已经受理 188黄剑记者报道 我刚才要查清楚了 首先从当地派出所了解到 那这个уй方或在下次